給我一點時間 那我現在只能告訴你 其實我準備了一段時間 那它要是它真的可以發生的話 一定在未來半年之內就會發生 第一當然是那麼久才有歌了 讓我很感動 八年就是 籠統一點來講就十年了 所以其實跟這個歌其實蠻配合的 然後這個歌讓我感動的是 因為那歌裡面講的東西 其實跟我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跟我自己生活上的改變 或者是看法都是很接近的 那所以我自己看了歌詞以後 就很喜歡這個歌了其實 那歌詞跟歌我覺得也是很配合的 其實因為它旋律其實很簡單 沒有很激昂或是沒有怎樣 因為你經歷過那麼久了 你不會說這個東西會讓你很激昂 可是那種感動是從很內心出來的 就是那種東西是在心裡面的 看了以後經過的東西 這個是我經過的從前 常常喝酒啊 現在少了 然後現在朋友找啊 或者出去很少了 然後我也曾經試過自己開車 到街上走 晚上開到我自己小時候住的地方 去看看它有什麼改變啊 這些好像都是很多都是已經 都是翻天覆地的不一樣了 整個跟我小時候去的時候都不一樣了 然後後面是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時間的殘酷啊 然後對自己很多無法控制的無奈啊 這個都是我這個年紀已經經過的東西 所以唱起來會比較觸動 觸動我自己比較強一點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是那就是那些轟轟烈烈 這跟我已經沒有關聯這樣 跟我沒有關聯 它有一個它有一種 它有一種無力 有一種對過去的不捨 然後在我來講 轟轟烈烈通常都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比較任性啊 比較不顧後果 然後做的事情 然後你會這樣說那些轟轟烈烈烈 其實就是你已經過去了 你回頭看那些轟轟烈烈烈事這樣 好像這些東西我都不會再做了 那有一種 有一種就是無力感 有一種無力感 就是這種東西你是無法挽留的 然後它的改變也是必然的感覺 可是你現在 現在你就是要去面對它 去接受它這樣子 那個對我來講就是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難過吧 是有一點難過唱的時候 對 其實它也沒有完全那麼沉重 它只是 它就是講到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時間 珍惜現在好好的過每一天 好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一眨眼就十年 這個是我年輕的時候不會講的話 一眨眼就十年 那曾經的十年是過得很慢的 你會想 常常講說 我快一點可以嗎 我快一點長大可以嗎 我快一點 有一些對未來十年的期望 很想趕快去到未來這個十年這樣 可是你現在就會 不代表對未來沒有期望 只是因為你不知道還有幾個十年 對十年 後來的十年會有一個 有一個不知道的恐懼在裡面 那我還來得及嗎 讓你的心情有一點很急的感覺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現在趕快要做了 我還有幾個十年呢 那因為現在看十年是 從來看十年是很難過的 就是不是難過那種難過 就是過得很慢 很長 現在的十年是 蛤 十年了 蛤 又十年了 我上來唱那個醒著做夢 快十年了嗎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就過十年這樣 所以是有一點恐懼的 沒有 我其實看通 像我現在已經過那麼多十年了 六個了 那看東西的看法有點不一樣 其實就是你看多了也知道有些 很多朋友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 這個是一種 其實我覺得人都是很樂觀的 其實我覺得人都是很樂觀的 就是你一直以為自己有很多很多十年了 很樂觀的 很樂觀的 其實那你真的 真的看事實 你看整個周邊發生的 在新聞上出現的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十年了 老實說 年輕有些十年都沒到就沒了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無法控制的未來 無法預知的未來 無法管束的一個時間 他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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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也叫不住 他一定要跑 我們現在是更叫不住 從前可能你會覺得他不什麼 跑就跑吧 這樣就沒關係 現在真的是想叫了叫不住 那所以無論你現在是哪一個年紀 我自己覺得 最好最好 盡快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東西 喜歡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去努力向著那個東西 去追求 去好好的把它做好 一步一步的 這樣把它做好 我現在我剛講過了 就是現在看過了六個十年 現在看每一個十年都過得很快 不像我小時候覺得那十年過得很慢 像回看的時候 每一個十年它都很不一樣 最近的三個十年是過得最快的 就是 最近的三十年是 真的是一眨眼 又是一個十年 一眨眼就過了 沒有哪一個十年是更重要 比哪一個更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十年都是很重要的十年 然後也是為什麼我這個歌叫又十年 這個歌本名叫黃金十年 我今天一開始就說 好啊這個名字好 黃金十年 那我說我不想叫黃金 我想叫又十年 我想叫又十年的原因就是因為它 現在對我來講真的是一下又一個十年 一下又一個十年 然後希望你要看到那個歌的名字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我在想什麼東西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了叫又十年 這樣 我盡快 我盡快公佈 盡快公佈 那現在的階段就是 就是在準備 然後再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當問題全部解決了 就可以完全地公佈 然後可能大家有說 上次我做演唱會做了那麼多 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有問題 每做一個演唱會 它就是有不一樣的問題出現 然後每次都會帶來一些新的麻煩給你 或者新的挑戰給你 然後你自己要去解決要去面對 然後現在這個階段是在 在問題開始出來了嘛 因為準備嘛 然後問題出來了 然後你就要去解決看怎麼去配合 怎麼去妥協 怎麼去堅持 那中間那個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給我一點時間 那我現在只能告訴你 其實我準備了一段時間 那它要是 它真的可以發生的話 一定是在未來半年之內就會發生 生活剛剛這歌裡面已經講了 生活就是這樣子啦 好好的過 好好的過 不知道有多少的明天 它在裡面講的比較悲觀一點 越來越少的明天 事實上也是 從數學原理上來講 這個是越來越少的明天這樣 無限的生命嘛 無限的時間有限的生命嘛 所以越來越少也是事實嘛 那 好好的過 好好的過 其實應該就是 我覺得 每個人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現在要好好地過 明天要好好地過 好好的做自己 習慣做的事情 好好的像我唱歌 從開始唱的時候就是 就習慣唱嘛 然後也不知道它真的是可以糊口的 然後 後來有人告訴你 可以 唱歌可以 可以 可以真的就 不管做別的東西就唱歌就可以 真的嗎 那個時候覺得很不敢相信的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 我開始唱歌的時候沒有 還在工作 還有其他工作 沒有辭職 我當我第一張唱片出來了 知道真的有那麼多人喜歡聽我唱歌 或者是我才敢 才敢辭職這樣 那 對我來講真的是 非常非常幸運的事情 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 在那麼早 那麼早的時間就知道 然後也得到了這個機會 去做自己很喜歡做的東西 現在來講就是 怎麼把它做得更好一點 怎麼 過了六個十年了嘛 還有幾個十年呢 那 還能做幾次演唱會呢 還能 把歌唱到好到什麼地步 或是有沒有辦法再好一點呢 這都是我自己在 每天在想的事情 該怎麼做才是會好一點呢 好好的過 好好的做 就是我現在的 現在的 的心態跟哲學了吧 我想 家務做多了 很多從前不知道的 現在都比較知道 洗衣服怎麼洗啊 洗衣機怎麼開的 洗塵器怎麼用的 洗碗機是怎麼開的 那從前都是 有人開 有人做 那現在自己也會做一下 怎麼跟小狗洗澡啊 怎麼去照顧他們啊 那誤會他 大概多久會 上廁所啊 現在不去你會很擔心啊 或者那些東西很多 生活上的東西 要了解了比較多一點 那其他就是 其他也沒有什麼 就是每天跟大家一樣 這樣生活在想 疫情的時候在想 啊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做 什麼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再工作 那沒有工作的時候 怎麼去保持 自己的狀態 講 普通市民不是剛剛告你了嗎 普通市民不是早上起來 做做運動啊 然後有可以打球的話 去打球啊 然後回來就 就練練歌啊 吃早餐啊 然後我很少吃午餐的 我很少吃午餐的 然後去想一想 想一想 要是我 比如說我要做演唱會 想一想演唱會 該做什麼東西 該怎麼做 我這樣做對不對 然後可能你不是 比如說你是做訪問的 該怎麼訪問 講什麼話 我想都是這樣子吧 但是大家去準備自己的每一天 然後我不會煮飯了 我不會煮飯 然後等吃飯了 等吃飯看在電視 然後睡覺 好 差不多就這樣子 有一些太細節就不講了 然後還有一般在當中的 或者 第三節就不講了 那其實不可能 那首歌 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 政府不會想試 就直接吃飯 就是什麼 那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不能跟他說 你別人看到 沒有完全國語專輯的想法 我就是收到什麼歌就唱什麼歌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之前打的那個是廣東的 就是想唱就唱了 然後現在是國語的 然後也是喜歡 有感動就唱了這樣 第一我沒有敢公開的講說 我只演喜劇 因為這樣一講 我就很多就沒辦法演了 然後真的需要錢的時候就很麻煩了 就很難找 就是好像自己 好像自己跟自己承諾的東西有違背這樣 這個我不想 所以我沒有公開講過 我不想 我私下有跟朋友講過 我比較喜歡演喜劇 現在不想有那麼沉重的壓力 我們演戲 演戲嘛 希望開開心心的演完就算了這樣 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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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喜劇 它就是一個比較 容易 去 去 拿捏 或是演繹的角色 老實講 我自己並沒有這個感覺 只是 我自己 因為演戲那麼久 有很多演喜劇的 timing 時間 點 我自己覺得 我有自己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時間點 其實 那我很想 很想試試看 很想 用一下這樣子 可能大家誤會我 以為我很想挑戰自己 我沒有說很想挑戰自己 其實 如果可以拍戲 開心的拍 我寧願 開心的拍一下 當然 要是有 真的 有一些很喜歡的角色 那也就無妨了 他是什麼角色其實都沒關係 好人壞人 除了年輕人也沒法演 現在要演年輕人很難演 很佩服那些 一直演年輕人的 很厲害我覺得 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 我就 對 我沒有什麼 祭奠的角色 只是很想演喜劇而已 剛才那舊不算是很瘋狂 剛才那舊其實是很 我覺得是非常 只是他 有拍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的手法有一些瘋狂而已 當然 《戈里拉教》是跟周星子演的 那他 他當然有他自己的 這一個演藝的方法 那你剛才演的時候 你要用 要有自己的演的方法 然後去跟他配出來 去出現在一個電影上 我 我不介意 我不演瘋狂的喜劇的 而且 有點 有點喜歡 其實 那比較 比較不自己嘛 平常很少可以那麼 那麼瘋狂點點講話 電三倒四的 亂七八糟做事情 其實滿玩的 我不懂 而且也怕 怕是怕 你開了以後 你就變成一個責任了 我怕累其實 我怕很累 就是每天 你要 我要找一些東西 做一些東西 去鋪一些東西 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無聊的人 真的 真的挺無聊的 那所以 那你說我把每天的東西鋪上去 每天都是一樣的 那人家會 會 蛤 這幹嘛 會覺得你很無聊 這樣 那個 我 我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不想 真的 真的 我不是不想 我是 不懂 而且覺得自己不適合 我為了我女兒 我還是會用 為了她 可以找到她 可以跟她 有一些話題 或是跟她聯絡 那我還是會 可以適用 那僅此而已 就是 怎麼可以跟她聯絡 甚至 那個媒體 叫什麼名字 它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基本上 對我來講沒差 那她只是 就像我從前用電話 用 簡訊 我也只是用到簡訊而已 到目前為止 一般 那大概也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工具 溝通的工具 然後聯絡的工具 那可以 我必須要用到的時候 我就會用 我 我 就是 那 我 感谢观看